听觉行走 文化崗溢 听世界 肥之战的第二年 李牧再一次出手 又一次打破了秦国人的反扑 但是李牧再强 能挽救赵国吗 答案是不能 虽然李牧未尝一半 但是兵力损失却很严重 秦国军队的战斗力 确实无人能挡 李牧手下的赵祖 渐渐打光了 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大战 损耗实在太大 连种子都打光了 补充越来越难 赵国的地盘也越来越小 到现在这个阶段 赵国也就上邯郸地区 硕国仅存了 战争不是简简单单的 打打杀杀 决定胜负的是综合国力 赵国国力 现在明显已经赶不上趟了 虽然李牧很强 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赢 但是就像当年吴王夫差一样 虽然连连打胜仗 但最后还是走向了衰亡 现在阶段的战争 已经不比从前了 不是一仗就能决定胜败的 现在打的是消耗战 拼的是国力 看谁能拖死对方 所以赵国仅虽然打胜仗了 但只是战争的胜利 在全局上赵国已经顶不住了 败向毕露 人补不上去 粮食物资不断消耗 这种消耗 对于一个临近全面崩溃的国家来说 是致命的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当年吕布韦的一个下属 幕僚 流浪到了赵国 吕布韦一倒台 这些哥们全像胡孙一样 倒得到处都是 来赵国的这个人 叫司马空 算得上是一个国际观察员吧 他到了赵国 带来了可怕的预言 他的预言就是 赵国必亡 他说了 赵国以李牧为将 还得一年才亡 如果杀掉李牧 换成别人 不出半年就完蛋 为什么他对赵国如此悲观呢 在战国策上 有个解释 这个解释署名是张仪 但是据后人考证 肯定不是张仪 是这么解释的 近来秦赵 战于黄河 张水之上 赵国四战四胜 但王族数十万 邯郸仅存 虽有圣秦之名 而国破一意 是何故也 秦强而赵若也 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 赵国你打赢都没用 只不过说起来好听而已 赵国你始终要灭亡的 原因很简单 秦国国力比你强大 你不服不行 催呀 司马空就是这样来问赵王签的 敢问大王 赵国和秦国谁打 赵不如秦大 金子和粮食谁多 赵国不如秦多 人口又是谁多 赵国不如秦多 两国的相国哪个更贤能啊 赵国不如秦国 两国的将军谁更勇武啊 赵国不如秦国 法律和条令哪一国更加严明呢 赵国不如秦国 大王既然知道 如此看来 赵国凶多吉少啊 一番话 把赵王签说得浑身冒冷汗了 请问先生有何良策 可救赵国啊 司马空接下来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主意 索性把赵国全境分出去一半 交给秦国 秦国得了大块的土地 突然膨胀 必然强烈威胁其他国家 其他诸侯国必然恐惧 大伙一慌 就会相互救助 那么合纵的事 就可以办成了 毫无疑问 这个主意太雷人了 即便是笨笨的赵王签 也被这一个一听上去 就知道荒谬无比的建议 给吓傻了 先生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司马空这个时候 忧郁地抬起了头 四十五度 仰望了一下赵国平静的天 空 缓缓地说 没有别的办法咯 其实 司马空这里说的不是保全赵国的主意 他的主意是保存赵国的王族的策略 简单来说 就是拿赵国的土地去讨好秦国人 同时获得其他国家的同情 这样赵国的王族就可以苟眼残喘若干年 至于赵国是不是沦陷 跟赵王族就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司马空的这番谈话来自于战国策 秦策武 虽然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司马空这种惊世骇俗的建议 但是赵王谦 毕竟是部分认同了 光靠赵国自己顶不住了 只能寻求外国援助 特别是找齐国 齐国这些年根本没经过什么战火 养得够肥大了 现在只有他们和秦国人有对抗的实力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连赵王谦都想到了 精明的秦国人会没察觉 秦王嬴政立刻派了一批人 带领大量的黄金 到齐国上下游走 极力破坏齐国和赵国的联合 齐王田建和他手下的大臣 个个都是黄金崇拜者 觉得赵国的生死 和自己好像没什么关系嘛 无关痛痒 还是眼前金灿灿的金子 比较诱人 退一步来说 如果赵王真的按照司马空说的 把赵国一半土地献出去 或许这样 齐国人才能突然警醒 当然你把半壁江山割让给齐国也可以啊 齐国人肯定舍不得这块肥肉 肯定要来救的 问题是在当时的局势之下 赵王谦敢做这样险恶的选择吗 邻居不肯来帮忙 自己家的门板又烧得差不多了 门外的恶狼又成天在转悠 赵王倩只好孤孤单单的 与强大的秦国人对抗 把自己和赵国该熬的岁月熬完就算了 回头想想 在赵国灭亡之前的十几年的战争当中 独自一人抵抗强大的秦国 居然没有外国的一兵一族来救 固然是因为其他的诸侯国 只扫门前雪 哪管他人瓦上霜 非常的可恶 但是赵王朝昏庸无能 固步自封 刚愎自用 连杀良将 这才是真正的可悲之处 简单用两个字来总结 活该 固步自一人抵抗